春节快乐 春节快乐 我相信每个人在春节度过的都是一个美好的时间的 诶 让我先去 没关系 结束以后再就一个祷告 在春节的时候我们都有美好的恩典 是吧 每天都像春节一样快乐 每天都像春节一样快乐 那有人说 我春节不快乐该怎么办 每天与神同行 每天与神同在就能够快乐 好 看下今天要分享你的经文 马可福音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人 要他们偿门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让他们全力干贵 我们上周分享的经文是一样 马可福音三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训练门徒的三个要素 耶稣基督叫了几个人来啊 十二个人是吧 十二个人来 设立他们与他们同在 并且怎么样拆解他们出去 从这里我们看到三个要素 哪三个要素呢 第一叫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是什么呢 我们叫呼召 我们在教会里面叫呼召 什么叫呼召 就是神喊我们 叫我们 让我们怎么样到他那里去 第二叫什么呢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意思是怎么样 每天和日怎么样 生活在一起 同行 所以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 愿耶稣与你同在 愿耶稣与你同行 阿们 那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 同行也是训练 训练之后耶稣怎么样 拆解他们出去 去实践 去怎么样 去把神的话语活出来 所以我们说有三个要素 再来看一下 那三个要素呢 呼召 同行 拆解 那呼召的恩典 我们来看一下呀 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人 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六节 到十九节里面 记载了十二个人的名字 有的人说 我可以背十二个人的名字 现在请你们背一下 有可以背下来的吗 我才是背不下来 我弄了这么长时间 才大概弄清楚了 因为 在十二个门图里面 有三个 三对 这个名字是船夫 两个雅各 两个西门 还有两个尤大 所以很多人就会怎么样 就会混乱 到底谁是谁 也弄不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 图像经文 看下一句话 马可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九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其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德烈 非利 巴多罗买 马太 多马 雅勒非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并奋瑞党的西门 还有 拜耶稣的江亿人 有大 多数个人啊 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 也为了准备今天的讲道 我们就找了一首 有关十二个门徒的歌曲 我们看一下这个 十二门徒歌 我唱 我唱完之后啊 有人能猜到 这个歌曲是哪一个旋律的话 那我争取给你们一个奖品啊 这个奖品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王指示啊 辛辛苦苦从中国买回来的 这个大字圣经啊 就是我们后面用的那个大字圣经 但是那个是盖章的 新买出来是没有章的 你们猜到的话呢 那我送给你们一本 大字圣经 其他的人呢 要买 需要的话 那我来唱一下 你们听一下啊 唱完之后 你们就举手说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旋律 是哪首在的诗 耶稣呼召门徒 起初十二个人 西门彼得雅各 约翰安德烈 菲利多巴马太 亚拉菲子雅各 大台西门犹大哈 和巴兜牌 主也呼召我 主也呼召我 大家都来看主 做主的门徒 主也呼召我 主也呼召我 大家都来看主 学习主耶稣 哦 我家列的一个记手 归天驾驾驾 哦 收成 归天驾驾驾 收成 那没办法 这些问题记手几晚了 那这一周 这个书 能寄到我的办公室 所以下周的时候 送给我们家列 这是一本大字圣经 好 感谢啊 又展示鼓勵好 加油 看來經常常常常改件事不一樣 十二個門徒的名字呀 在當時猶太人當中是很常見的 就比如說我們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名字 就像我補習那個年代 什麼梅呀 什麼樹梅呀 樹真呀 然後在某個年代什麼花 極花呀 什麼桂花呀 到了我那個年代 每個年代都不一樣 所以這十二個人的名字呀 在某個年代都是很普通的 很常見的 我們看到 其中彼得 彼得的名字原來叫什麼呀 叫西門 彼得的名字叫西門 還有一個人的名字叫奮瑞達的西門 就是這兩個人名字是一樣的 所以他特意在前面加了什麼奮瑞達的西門 比如說安山呢 安山我們有劉丹前輩是吧 實際上他叫劉立丹 那我們就叫劉丹嘛 那後來又來了一位劉丹姐妹 怎麼辦呢 我們叫大劉丹 是吧 那這樣就怎麼樣 就區分開來 那在這個十二門的名字當中也是這樣 為了區分這個人 在前面加了什麼呢 奮瑞達的西門 和這個西門比都怎麼樣 區分開來 那西比泰的兒子 和雅勒菲的兒子 和雅勒菲的兒子 這兩個兒子都是一樣的名字叫雅各 所以就在前面加了什麼呀 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勒菲的兒子雅各 來區分這兩個人 那猶太人常常用毛毛的兒子 毛毛的方式來稱呼彼此 比如說這個 我的兒子叫舒俊 是吧 約旦裏的兒子舒俊 這樣經常來什麼樣 來說這個人 所以在視頻當中 這個方法叫 什麼什麼巴什麼什麼 我們就看這個 把他名實的那張世界 我們就知道 來讀一下 耶穌對他說 西門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西門是約拿的兒子 這個巴是什麼意思呀 是誰的兒子 明白什麼意思吧 西門巴約拿 那如果是我的兒子的話 就是 這個 舒俊巴月誕一地 明白什麼意思吧 就是這個意思 在當時猶太地區的一種 說話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猶大巴許 是什麼意思呀 許的兒子 是這個意思 之所以強調十二個本徒的名字 很常見的 意思是說 這十二個人都是很中文的人 性格不同 環境不同 工作不同 政治的形象也不同 但是神呼召他們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點 但是怎麼樣 把他們訓練成了不普通的人 訓練成了一個什麼呢 門徒一樣的人 可見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每一個人在神面前 雖然我們看起來很不同 但是神看我們怎麼樣 看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每個人都是特別的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風 是一樣的 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在神的比例 是最特別的 是最美好的 是最完美的 是最完美的 Amen 我們對方便今天問話好不好 你是上帝創造的 你是獨一無二的 你是最完美的 你是最美麗的 你是最美麗的 你是最特別的 Amen 沒有任何一個人風是一樣的 千萬不要自備 千萬不要愛護 我不如他 我不如他 沒有的 神看你和任何人都不同 他創造我們的時候 就有了什麼呢 美好的計劃 Amen 所以耶穌前選了12個人 其中第一個人的名字叫彼得 就是耶穌的大本主 但他不是第一個跟隨耶穌的 實際上 他是被別人帶來的 誰呀 他的兄弟安德烈 帶他去見耶穌 彼得的職業是什麼呀 打魚的 是吧 嚮往打魚的 彼得 的這個名字 是岩石 或者石頭 或者是磐石 我們讀相馬可福音 3章16節 這12個人有西門 耶穌給他起 叫彼得 就是原先彼得 叫什麼名字呀 叫西門 耶穌又給他改了名字 叫什麼呀 叫彼得 舉例來說 我原先也不叫彼得 我來到韩國 我們教會的主人 或是說 你要改名字 那我就改吧 那你就要 我改了兩個名字 我說我喜歡彼得 我還喜歡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魏主殉道的 第一個殉道的指示是誰呢 快想起來 斯蒂芬 斯蒂芬 對 我說喜歡斯蒂芬 我們這主人不是說 你想死啊 為什麼起了這麼樣一個名字 你要叫彈一禮 那我就叫彈一禮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你年輕 一個人跑到國外 那彈一禮也是年輕的時候到了國外 但是怎麼樣 他尋救神 敬為神 得到神的使用 稱為什麼樣的人呢 國家的總理呀 就是 我們的主人不是說 對我有一個期待 對我有一個希望 那我也很感謝 所以這個名字一直用到現在 所以原先的名字 我已經不用了 但是 但是家裡人還是知道 彼得也是一樣 彼得原先的名字叫什麼呀 西蒙 但是大家不叫做西蒙 叫做什麼呀 彼得 我們叫做彼得 那西蒙原先的意思是什麼呢 神已經垂聽的意思 就是神已經聽見我說話的意思 西蒙這個名字在國外是很流行 很常用的 叫西蒙 西蒙 那為什麼耶穌給彼得起名字 叫彼得呢 我們猜測可能彼得的性格是比較軟弱的 所以彼得是石頭 磐石 那讓他怎麼樣 堅強一些 讓他怎麼樣 信心要堅定一些 大概有這個一個含義在裡面 我們看約翰福音1章42節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蒙 約翰還有個名字也叫約拿 就不要混亂了 約翰也可以 約拿也可以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蒙 你要稱為基法 基法翻出來就是什麼呢 彼得 所以大家就混亂了 到底西蒙是叫西蒙還是叫彼得 還是叫基法 三個彼得是吧 那我今天來講的 原先他叫西蒙 耶穌給他起名叫基法 基法是什麼語言呢 基法是雅蘭語 因為當時耶穌那個年代都用什麼語言呢 雅蘭語 而彼得是什麼語言呢 彼得是西蒙 就好像我們今天用韓國語和漢語的名字 阿門 我們父母給兒子的名字都有一個欺負 去西蒙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名字都是有父母的什麼呀 有父母和長輩的一個寄託在裡面 雅各我們看還有一個人的 這個第二人叫雅各 雅各的意思是抓 對吧 是抓 但是在西蒙當時的意思 還有一個意思叫去代的 取代的 雅各呀 他的職業也是名夫啊 雅各這個人啊 如果我說呀 耶穌最愛的三個民徒都有誰呀 彼得 雅各還有誰呢 約翰 這裡面有兩個人是兄弟 就是雅各和約翰是什麼呀 是兄弟 有人說雅各可能是約翰的哥哥 因為每次在禁言當中 雅各總是在誰的前面呢 在約翰前面 猜測是人家具體不太清楚了 我們讀下經文 馬可福音 三章17節 還有西比泰的兒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又給這兩個人起名叫 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雅各總是出現在約翰的前面 我們猜測 因為哥哥嘛 所以放在前面 有可能是這樣 雅各呀 他是十二使徒當中 第一個為主殉道的人 所以對他的記載不是很多呀 但是這裡面記載他的性格是怎樣 耶穌給他起名叫什麼呀 半尼奇 半尼奇什麼意思呀 雷子 雷子什麼樣 脾氣像什麼樣 像那個雷一樣活爆脾氣 對吧 很急的 急脾氣 我到韓國我發現 韓國人很多人都是急脾氣 對吧 是吧 哈哈 中國人還是可以 就是生氣是生氣的 還在裡面忍忍的 但是韓國人都怎麼樣 都爆發出來 所以雅各可能是一個很急的人 雅各是被耶穌第一個殉道的人 他是被當時的虛利王用刀殺死的 我們看經文當中是這樣記載的 十多行傳十二章一節二節 那時虛利王下手苦壞教會中幾個人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 這裡面記到約翰的誰呢 哥哥雅各 那我們再看看約翰 就是雅各的弟弟 剛才這個雅各我們把它叫大雅各 或者叫什麼 那西比泰的兒子雅各 一會兒都講完了我要考你們 要跟我講清楚才可以 約翰 約翰的名字是 約翰有溫點 約翰有溫點 約翰的職業是怎麼樣 很一樣 漁夫 有四個漁夫啊 這裡面 彼得 雅各 約翰 還有一個人是安德烈 都是什麼漁夫嗎 約翰福音 約翰一書二書三書 起書的作者就是這個約翰 都是他寫的 使徒當中唯一一個沒有被殺死的 就是活的這個最 時間最長久的 最後寫了什麼呀 起之路在於巴摩島 對吧 最長壽的 自然死亡的 耶穌給雅各和約翰起名叫 伴尼奇 雷子 可見 約翰和他的各位雅各兩個人 都的脾氣都是很緊張 很急躁 我們看他的脾氣達到什麼程度 在路加福音9章49節 你看約翰的脾氣 約翰說 父子 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敢鬼 我就禁止他 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耶穌說 不要禁止他 因為不抵擋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的 就說有一個人奉耶穌基督的名 鬼出去吧 然後約翰說什麼呀 這個人天天不跟隨我們 我要禁止他 說明他的脾氣怎麼樣 很急躁 接下來你再看 他的脾氣到了什麼程度 約翰福音9章52節 便打發使者在他前方走 他們到了撒法利亞的一個村莊 要為他預備 那裡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 主啊 你要我們分入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 向耶利亞所做的嗎 耶穌轉身責備讓的門徒說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人子來並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 約翰雅各的脾氣極到什麼程度 有人怎麼樣 有人在前面不接待他們 約翰就說什麼 主啊你從天上降 又要我們從天上降火把他們燒死了 很可怕的 脾氣很急的 但是這樣的約翰 後來變成了什麼樣的人呢 變成了耶穌最愛的門徒 變成了一個愛的門徒 在他寫的約翰福音 約翰一書二書三書幾書都裡面 最多的一個主題就是什麼呢 愛 因為他改變了 我們看耶穌如何改變他的 在約翰福音裡面最著名的一個經文是什麼呀 我們先看約翰福音13-23節 有一個門徒 是耶穌所愛的 側身而進耶穌的懷裡 這個人是誰呀 是約翰自己 因為約翰福音是他寫的 他不寫自己的名字 他說有一個門徒 那個人就是他 他躺在誰的懷裡呀 耶穌的懷裡 他得到了耶穌的愛之後 他變成了什麼樣的人呢 愛的門徒 約翰福音3章16節說的什麼呀 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寄給他 叫一切愛他的不是滅亡 反對獨生 愛的這個經文當中最著名的一個經文 誰說出來的 約翰說出來的 到了約翰一書裡面 約翰一書四章我先來讀一下 好奇 神愛我們的心 我們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愛 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 這樣 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 我們就可以在神他的日子坦然無懼 因為他如何 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愛裡沒有懼怕 愛即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 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若說我愛神 卻恨他的弟兄 就是說謊話 我愛他所看見的弟兄 就不能 愛沒有看見的神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名 阿門 約翰從一個說 神啊你從天 我從天降下火來 把那些人燒死了 變成了一個什麼 愛弟兄的人 不恨弟兄的人 說明他在神裡面 經過神的訓練之後 成為了一個什麼樣的 神所受的命 阿門 所以你們看呢 門徒剛剛跟隨耶穌的時候 和我們沒有什麼區別的 脾氣也不好 性格也不好 職業也不好 是吧 所以我們今天在神面前 要有自信 神啊 你也愛我們 求你也訓練我們 訓練成什麼樣的程度 神所學的程度 阿門 好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安德烈 安德烈的名字也是 男子漢 英雄 有男子氣概 我們都很喜歡英雄 是吧 安德烈這個名字的含義 就是有男子氣概 有男子氣概 所以我講完之後 沒時候教會 有時候講完之後 我叫安德烈吧 叫英雄 沒準 那安德烈的職業是羽夫啊 西門彼得的親兄弟 原先是誰的門徒啊 安德烈和約翰 兩個人都是誰的門徒啊 是施洗約翰的門徒 施洗約翰 不是 安德烈和菲利 什麼菲利 兩個人都是誰啊 都是這個施洗約翰的門徒 但是見到了耶穌以後 就怎麼樣 跟隨著誰啊 跟隨耶穌 我們叫便捷了是吧 但是不是 他找到了真正的主 阿門 找到了真正的主 我們以前也是一樣 我們以前有信佛的 有信共產黨的 有信自己的 有信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們今天都改了 我們都信誰呢 信耶穌 因為我們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阿門 所以安德烈和菲利也是一樣的 他們原先雖然跟隨施洗約翰 但是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那安德烈啊 見到耶穌以後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他跑回去 去找誰呀 找他的兄弟 彼得 對彼得說 我見到什麼的呀 見到 米歇亞 然後就把彼得 帶到哪去呀 帶到耶穌面前 他是一個 傳福音的人 阿門 我們要學一下安德烈一樣 我們看見本裡面是怎麼說的 約翰福音一章四十節 聽見約翰的話 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門 對他說 我們遇見 米歇亞了 米歇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 約翰也可以成為冤達 你要成為基法 基法翻出來是比德烈 安德烈信了耶穌 見到耶穌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我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弟弟姐妹要做的事情 阿門 如果你們見到了耶穌 知道他是我們的救主 你們就要跑出去 跑回去 跑回家裡面 跟你的父親母親弟兄姐妹 你最親的人 你最喜歡的人 要跟他們說什麼呢 我們見到什麼呀 見到比賽亞 見到基督了 而且把他們領到誰的面前呢 阿門 不但安德烈還有一個人 撒瑪利亞的婦人也是一樣的 他認識了耶穌以後 就跑回到城裡去 把所有的人都帶到誰的面前 帶到耶穌面前 阿門 這是一個自然的一個什麼樣 基督徒一個生命的一個表現 我們再看第五個人 我們講了四個人 第五個人叫菲利 菲利這個名字叫 叫馬的愛好者 或者叫愛馬者 可能他的父母比較喜歡馬 我猜就是這樣 所以給他起名叫馬的愛好者 菲利和彼得呀 的兄弟安德烈兩個人 曾經是世情案的門徒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是吧 後來兩個人同時成為了耶穌的門徒 菲利是一個邏輯性 理性很強的人 對他的記載雖然不多呀 但是如果你們看 在五秉二於奇蹟的時候 在預言福音當中記載呀 耶穌說這個 他們就來找耶穌 哎呀這個 這麼多人的沒有吃的 耶穌就說該怎麼辦呢 然後菲利就說 如果用二十兩名字去買餅的話 還是不夠他們吃的 他馬上就計算了 大概五千人 然後加上父母、婦女、小孩子 需要多少錢可以吃東西 所以他這個邏輯性很強 很理性的是 我們在座的有些人當中也很擅長計算 是吧 馬上就能知道 大概需要多少錢 價值觀很強 我們看經文 約翰福音六章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 就對菲利說 我們從哪裡買餅 叫這些人吃呢 他說這話是要怎樣 誓演菲利 他自己人知道怎樣行 菲利回答說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個人吃一點也是不夠的 有一個文徒 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的耶穌說 在這裡有一個海桶 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 只是分給這許多人 還算什麼呢 那菲利亞計算很快 馬上不夠 算完之後二十兩銀子 還不夠吃 馬上就笑了 可見分力很擅長怎麼樣 計算 而且理性和邏輯是很強的 他問耶穌問的問題 和別人問的是不一樣的 他問耶穌的問題是怎樣問的 我們來看一下 約翰福音十四章 菲利對他說 也就對耶穌說 求主將父賢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菲利 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 你還會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你怎麼說 將父賢給我們看呢 說明他很重視什麼呀 理性 要看得見才相信 我們在這裡有些一個姐妹是 一定要看見誰我才信 看見摸不著的我才不信 菲利的特點是怎樣 他要看見什麼 下一個人叫巴多羅買 我剛才講過了巴代表什麼意思呀 誰誰誰的兒子 那巴多羅買這個人是誰呀 誰的兒子呀 多羅買的兒子 欸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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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說呀 巴多羅買就是誰呀 就是菲利帶著耶穌去找的一個人 在烏花圖書下面 另一個人叫什麼 叫拿蛋液 拿蛋液 所以我在這裡寫巴多羅買是多羅買的兒子 另外一個名字叫什麼 拿蛋液 拿蛋液那詞是什麼呀 神的禮物 神的禮物 耶穌對拿蛋液的評價是很高的 耶穌說拿蛋液你是真以色列人 我們看聖節當中對拿蛋液的記載 約福音一章四十七節 耶穌看見拿蛋液來就跟他說 看哪 這是一個真以色列人 他心裡沒有鬼詐 所以他剛相信耶穌的時候 這個什麼呀 他的這個土啊 心裡的土力是很好 沒有任何的偉誐 耶穌評價了你是真的 以色列人 對他評價很高的 另外一個人叫馬太 馬太 馬太的意思是耶和華的禮物 剛才那個 拿蛋液是神的禮物 耶和華的禮物 那個前面的名字是不一樣的 耶和華的禮物 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利未 馬太有兩個名字 馬太也叫利未 馬太的職業是什麼呀 睡地 他是睡地 他坐在睡棺上的時候 耶穌看見他說 你來跟隨我吧 他就怎麼樣 屁下所有的跟隨著耶穌 那馬太這個人是很有名的呀 《四福音書》當中的第一卷是什麼呀 馬太福音哪 誰寫的呀 就是這個馬太寫的 所以你們要感謝他 馬太福音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他是誰的兒子呀 他是雅勒飛的 馬太福音的作者 我們繼續看第八個人 他叫多瑪 多瑪這個名字呀 就是雙胞胎的意思 或者是雙生子 雙胞胎雙生子 有人說多瑪是神上 是一個很忠心的人 也是一個疑心很大的人 但是是一個知錯就改變 據說呀多瑪後來進入到印度 在印度宣教 然後在那邊宣道 《約翰福音》十一章十六經我們看一下 多瑪又稱為低童瑪 多瑪就對他 對那同座門徒就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多瑪有什麼樣的心呢 敢跟耶穌同死的心 所以他的心是怎樣 很忠心的一個人 忠心跟隨耶穌的人 但是他很多疑呀 我們看在《約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九 就來讀一下 那十二個門徒中 有稱為低童瑪的多瑪 耶穌來的時候 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瑪卻說 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 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用手探入他的內藏 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 門徒又在屋裡 多瑪也和他們同在 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 就對多瑪說 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內藏 不要疑惑 總要信 多瑪說 我的主我的神 多瑪雖然很多疑 但是耶穌說 你對耶穌 耶穌就在說什麼 我是你的主的手在怎樣 馬上跪下來說一句什麼 快呀 我的主 知錯就改變 知錯就改變 相信了就是相信 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耶穌說了一句話 他說是就是 不是就是 阿門 我們看第九個呀 第九個人也叫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菲的兒子雅各 剛才有個雅各 是約翰的哥哥 是吧 這個雅各是雅勒菲的兒子雅各 我們叫小雅各 小雅各 小雅各 小雅各在神當中 沒有特別的記載呀 沒有特別的記載 所以我們說這個雅各是 他不是耶穌的弟弟呀 千萬不要弄錯了 因為耶穌的弟弟也叫雅各 他不再是阿門徒之列 這個人是雅各 雅各 有人說呀 雖然沒有記載 可以證明 這個雅各是一個默默無文 默默無聲 在主的旁邊一直跟隨耶穌的 阿門 沒有記載 他不代表神不喜悅 他不代表他沒有做事 另外一個人 第十個 叫達泰 達泰還有個名字叫什麼樣 優大 達泰的意思是智慧 優大 那所以說他是優大的時候 就說雅各的兒子優大 雅各的兒子優大 也叫達泰 優大是什麼意思呀 優大是讚美的意思 優大是讚美的意思 好 我們看十一個 憤瑞黨的西門 西門的意思是 誰也吹聽我們就說過 憤瑞黨是什麼意思呀 是當時在猶太地區的一個激進的一個組織 就是反對羅馬政權的一個什麼呀 一個激進的組織 就有點類似 像我們在抗戰時期有國民黨有共產黨 那他們叫什麼黨啊 憤瑞黨 就是反對羅馬政權的 要搞獨立的 說不定他有政治傾向 他在政治傾向什麼呢 他完全站在什麼 這個猶太人民族的狀態去反對什麼呢 羅馬的這個統治和知名 我們再看這個十二個 十二個人叫優大 是吧 優大一起是讚美 這個人都很清楚 很有名吧 是吧 臭名豔陽 他是出賣了耶穌的 加略名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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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整個一下 十二個省當中有三對是重名的 是吧 哎呀你都已經看了 這個怎麼整 你先不要看吧 好 兩個西門 第一個西門是怎樣 西門彼得 第二個呢 第二個西門是怎樣 憤瑞黨的西門 憤瑞黨的西門 兩個亞各 第一個亞各 是西比泰的兒子亞各 第二個亞各 是誰呢 亞樂菲的兒子亞各 第一個亞各 是第一個殉道 是吧 第二個亞各沒有記載 兩個猶大 第一個猶大 還有名字叫達泰 第一個猶大是誰的兒子 亞各的兒子 猶大 不是這裡面的亞各 就是他爸叫亞各 別弄混了 第二個猶大 第二個猶大是誰呀 第二個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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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六個人呢 哪六個人呢 約翰 安德烈 還有誰呀 巴多羅馬 就是拿彈葉 還有多馬 還有 我看一下 阿菲利 還有一個人呢 馬太 大概就記住了 是吧 這樣整理完之後我們就記得比較清楚了 那我來看今天為什麼說這十二個門徒呢 這十二個門徒 都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特點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約翰 他們都是漁夫 馬太是順利 那個 憤律黨的西門是什麼樣 是搞革命組織的 這是抗戰的 職業不同 正的傾向不同 也都是不同的 一般的一個普通人 並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人 雖然他們不同有多樣性 耶穌呼召了這十二個人 設立他們成為門徒 設立已經包含在了呼召當中 所謂呼召他們 就是從許多人當中拣選他們 把他們分別出來 設立他們的意思 不是因為他們優秀才拣選這十二個人 這些人只是普通人當中 各有不同 以便憑自己的主權來呼召他們 設立他們 耶穌呼召他們 雖然是普通人 接受過耶穌的訓練以後就成爲什麼樣的人呢 尊貴的人 曾經有一個故事啊 把教會當中的人整理成五種人 我們看有哪五種人呢 第一種 從下面往下面看 VDP啊 VDP是什麼呢 就是 非常枯竭的人 就是 非常 耗力的人 就是因著他你會 浪費很多精力 讓人很辛苦的人 明白什麼意思吧 第二種人是什麼呀 非常好心的人 我們有很多人 雖然不辛苦 但是心怎麼樣 很善良 好心的人 第三種呢 上面這個 非常什麼呀 非常 可造的 可塑性很強 這樣也可以 那樣也可以 然後再往上是非常 重要的 我們經常說VIP嘛 是吧 VIP 是非常重要的 再往上呢 VIP是什麼樣 資源豐富的人 資源豐富的人 那耶穌呼召這十二個人呢 最初他們都是怎麼樣 這個 VNP 大概是這樣 就是 心不錯 就是 但是是這樣也行 那樣也行 這樣 這樣也差不多 那樣也差不多 還行 但是其中啊 也有因為枯竭時 消耗了耶穌很多精力的人 有嗎 肯定是有 但是他們接受訓練以後 都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VIP 或者什麼呀 VIP 非常 重要的人 非常 這個資源豐富的人 除了一個 那個有一個人沒出來 就是這樣 家裡的人有大 是吧 最後怎麼樣 失敗了 我們 是被耶穌從世界當中 呼召出來 成為神所使用的 要設立我們做門徒的人 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成為那個非常重要的人 成為一個資源豐富的人 不要因著我們 讓別人的生命受死 而因著我們 讓別人的生命怎麼樣 得到更豐富的恩典 Amen 好我們看 以赴左書一章四到六節 是怎麼說的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 監視了我們 使我們在祂面前 成為聖節 無有瑕疵 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的旨意 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 借人耶穌基督 得兒子的名分 使祂榮耀的恩典 得到稱讚 這恩典是祂 在愛子裡 所賜給我們 祂解決我們 要讓我們成為聖節 毫無瑕疵 成為那個資源豐富的 非常重要的人 Amen 神在創立世界以前 就已經預定 和拣选了我們 成為神的兒子 在神所定的時候 神通過福音 呼召了我們 每一個人 神預定拣选我們的時候 將從世界當中呼召出來 是為了讓我們 合乎神的兒女的身份 我們有什麼身份呢 神的兒女的身份 但是我們要合乎 神的兒女的身份才可以 那個兒女的身份 剛才保留說 要成為聖子 毫無瑕疵才可以 神預定拣选並呼召我們 不是因為我們優秀 也不是因為我們做得有多麼好 而單單是因為 神的恩典 這是神的旨意 為的是讓我們 把榮耀 歸給我們的神 耶穌按照神的旨意 把我們從世界當中呼召出來 讓我們能在那些 不認識神 藐視神 隨從自己情慾生活的事當中 彰顯誰的榮耀 彰顯上人的榮耀 門徒就是 神把我們從世界中 呼召出來 Amen 我們被神從哪裡呼召出來 從世界當中 呼召了出來 耶穌雖然呼召了我們 世界卻仍然在我們的裡面 所以我們要通過訓練 不斷地怎麼樣 實踐 不斷地去戰勝世界才可以 門徒的訓練是 讓信的人 與世界分別開來 在世界當中有句話叫 分別為聖 所以讓我們生活在世界當中 和世界上的人 是有怎麼樣 有分別和不同 所以別人看見我們的時候就發現 基督徒和別的人有些不同 這個叫什麼呀 我們已經 從世界當中 分別出來 但是不代表 從世界裡面 分離出來 分離出來是不對的 神說你們要進入到世界當中 去做光做眼才可以 Amen 所以現在的問題在於 教會和世界出現了什麼問題呀 教會和世界沒有完全的 分別開來 沒有分別為聖 所以我們經常這樣說 說教會越來越世俗化 什麼意思呀 就是被世俗的文化影響了 缺少了聖結和 毫無瑕疵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是看的是人的意思 而不是看神的意思 這個時候我們 大家神經間警醒 要感恩 Amen 世界已經 侵入到教會裡面 侵入到信徒裡面 影響了我們的信仰 就像以色列百姓 雖然從埃及出來了 但是在曠野當中 他們仍然說什麼呀 把我們送回去吧 我們要回到埃及 為什麼讓我們在這送 說明 那個曾經在埃及影響 他們的那個世界觀 還在他們的裡面影響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從世界當中 被呼召出來 進入到教會 可是世界當中的一些 神所不許約的 不良的價值觀 世界觀還在怎麼樣 在我們的裡面影響 神是要訓練我們 把這些東西怎麼樣 拿走 把神的世界觀 完全放在我們裡面 讓祂做主 Amen 門徒到成為一個 按照神的世界觀去生活的人 耶穌將我們從世界當中 呼召出來 訓練我們 斷了世界的來 與世界分別開來 訓練我們能夠 與充滿罪惡 污秽 的世界不同 活出沒有罪惡 沒有瑕疵的 聖體的生活 那耶穌如何訓練我們呢 耶穌用同行來訓練我們 對吧 我們看三要素 第二點是什麼呢 同行 我們看同行啊 瓦克福音三端十四節 他就設立 十二個人 要他們常和自己 同在 也要拆他們去 傳道 耶穌常與他們同在 訓練這些門徒 耶穌呼召十二個普通的 各自不同的人 不是偶爾和他們見一見面 我們一個禮拜天 見一次面 或者見兩次面 耶穌不是這樣 耶穌在安我們 這個禮拜三 我們在一起見 一個小時 禮拜五見一小時 不是這樣 耶穌是 每天 都和他們在一起 阿門 所以我們 我們基督徒要 每天和耶穌在一起才可以 因為耶穌給我們這個恩典 人通過什麼來訓練呀 有人說 人通過 聽 見 行 來訓練 這是中國的一句古話 有人說是孔子說的 有人說不是孔子說的 我們看一下 聽 而 亦望 見 而亦記 行 而亦懂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聽到的會輕易的怎麼樣 忘記 而看見的會輕易的記住 行動之後會輕易的明白 就是說你學習需要三個過程的 聽 看 還有什麼呢 行出來 但是實際上 但是實際上 聽見的未必都會忘記 對吧 聽見的未必會忘記 看見的也未必都會記住 只有行了 行出來了才會怎麼樣 才會真正明白 所以 這個實行 實行這個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耶穌訓練本徒 讓他們會得怎麼樣 同行 讓他們能夠去做 耶穌讓他們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說呀 這個聽 見 行 對我們基地圖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常常在神裡面 我們聽什麼呀 聽講道 聽聖經 聽神的話語 看什麼呢 看 神的耳語的見證 然後去做什麼呀 去把神的話語活出來的就是行 神要的是我們把神的話語醒出來 耶穌呼召上的門徒 對他們進行了 聽見行的訓練 我們看羅馬書 羅馬書10章17節 可見 信道的是從 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雅各書一章 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 聽道 自己氣哄自己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 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所以耶穌 這個什麼呀 這個門徒也強調 說你們要怎麼樣 要行 要行出什麼呢 神所寫的話語 不要欺騙別人 你明白了 不代表是你 你做出來才是你 我們常說呀 敬諸者赤 敬莫者黑 是吧 如果你經常和暴徒在一起 你會學到什麼呀 暴力 經常和盜賊在一起 你學到什麼呢 偷盜 經常和演員在一起 會學到什麼呀 演技吧 每天都演演演 你也跟著他演 是吧 經常和運動員在一起 學到什麼呢 運動 經常和外國人在一起 學到什麼呀 外語嘛 所以每天都跟韓國人在一起吧 學什麼學韓國人是吧 經常和教授在一起 學到的什麼呢 學到的什麼呢 善行 我這樣說 我生也如同活在神的聖殿的 那種一樣 和耶穌在一起 我們就能把屬天的喜樂 帶到這個世界上 在地上 活出喜乐的生活 所以藏美诗当中说 无论岸上 无论海洋 耶稣同在就是什么呀 就是天堂 阿们 和耶稣在一起 就是我们与耶稣相连 耶稣的生命就借着到我们的理念 与耶稣相连 耶稣的谦卑 耶稣的柔和 耶稣的怜悯 就会怎么样 自然而然的影响到我们 所以耶稣一直强调 你们要常与我同在 这句话是极有道理 希望我们各位的领域 能够每天争取 二十四个小时 与耶稣怎么样 一起和他生活 我们才能活出一个 人生的生命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什么 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母就因子的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句话说什么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要藏与我同行 藏与我同在 结束这样的训练就可以了 第三点 我们看 拆起 第三个要素 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目的读一下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要他们和自己同在 紧接着是什么呢 拆起他们去什么呀 去传道 所以训练门徒的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呼召 把他们叫出来 然后让他们与神同行训练他们 再把他们拆遣出去 让他们进入到世界中 阿们 这是耶稣训练门徒的三个要素 拆遣 有学习的意义 也有承担使命 继承使命 活出使命的意义 前者说的这个是什么呀 把所学的拿去应用 才能更确实地学到 十二个人徒听到了耶稣的话 也看到了耶稣所行的 但是只凭自己 听到的看到的还不完全 所以耶稣说 你们出去 你们去传养 才能够真正明白 耶稣的心意是怎样 十二个人徒受到耶稣的拆遣 在世上 直接去传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切地学习到了 耶稣传道时的 这些智慧的恩典 他们进行的是通过实践 来体验和明白 耶稣的真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是与世隔绝 我们是与世界分别 但是不是与世界隔绝 也不是与世界分离 耶稣说 你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要在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政治的领域 经济的领域 法律 教育 文化 国防 等等世界的领域 去把天国的影响力 带给自己 阿们 只有我们进入到世界当中 世界才能怎么样 得到拯救 我不是拯救 我们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使命是很艰巨的 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所以耶稣在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 说了这样的话 说你们是世上的 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 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放在斗顶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非加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我们看今天耶稣 给我们 在经文当中 整理出来的三个 他训练闻徒的 三个要素 很简单 一个是呼召 第二个呢 同行 第三是什么呀 拆起 希望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中国宣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 被神所训练的 神所训练的宣教会 神呼召我们 来到祂的里面 一起敬拜 一起去赞美神 但是神让我们每天 与耶稣同行 接受神生命的训练 然后神又拆遣我们 进入到世界当中 在世界当中 成为什么呀 光和盐 把神的恩典 传向主去 阿们 求神祝福我们 中国宣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 耶稣所习的门徒 阿们 好 我们面唱赞美 拜天奉献 荣耀归主名歌 阿们 阿们 女巡禺 大人 王 在世家上我就只剩下你 它就是佼近的心情 祝我做大胆也不相信 荣耀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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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被谁讲过去心情 荣耀为主义 我只可做大胆也不相信 荣耀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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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我这心情 荣耀着你 神降下 而在天上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的祝福 与他们同在 感谢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领求 阿们 好 我们这些小孩子 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 有一个简单的 一个拜年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请小孩子们 我们有掌声来欢迎 请他们到前面来 好吧 对 对 对 阿弗南西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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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是 对 对 有物人《认识》 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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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 咱俩一起唱 一把 拼凑 再也想过 准备了 準備 习习习习习 习习习习 希望观看 stell petrol 什麼 bobby byеты 玩樂 的ache燈 之下 而っと 都到你還買坑führ 來這首歌 請多多かな 播放放 青春, 郎晓鸥, 李善语, 春节快乐, 月书俊, 春节快乐, 方玉明, 春节快乐, 谭恩宠, 春节快乐, 崔真贺, 春节快乐, 尹圣林, 胜利, 郑贤泰, 天抵, 春节快乐, 钱有用, belum? anything you do? 春节快乐 같아요 春节快乐, 轻言贵 Sabiak LG fav! 적극 little fan name 哈哈 李瑞ęd, 李琦, 李燕俊 Claud Antonio很re plane, שה row料 Og取叫 Prize 彼岸缙 여� flo思了, 年为难度 dari大家 录を受 their heart, 切勇费が受け 것처럼 春節快乐, 本 nerede里言咳, 年渔 possibil Thank you! аю也好 잉우, ok take your heart, time down in pus 來,春節快樂,你看,他就把他給人家 可以,好,差一點 韓恩俊 春節快樂,春節快樂 謝謝 劉光耀 金莫泰 好,謝謝,春節快樂,謝謝 景宇軒 春節快樂 金詩恩 春節快樂 樂手棒 春節快樂 生日年 春節快樂 眼睛 楊羽晴 春節快樂 謝謝 金莫泰 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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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 春節快樂 謝謝 謝謝 錢多 錢多多 春節快樂 謝謝 倫家英 兩個手 兩個手 謝謝 李智瑞 一季夜 春節快樂 那是誰 那是誰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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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的神 求你與這些孩子同在 看到這些孩子 不看到希望 求神讓他們在神的裡面 身體健康主要的成長 靈魂更加興盛 凡事都興盛 願耶穌基督的智慧 願神的聲量 都與他們同在 願他們在將來的日子當中 每天都活出神的恩典 每天都生活神的祈禮 一生一世 都有神的同在 我感謝你 以上的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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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見 你們看下到這裡 好